中华职棒大联盟的回馈列车 今年迈入了第19年 这次来到花莲 由中华职棒秘书长冯胜贤 率领着7-11师队首席教练高志刚 打击教练刘玉成 以及牛棚教练罗锦隆等人 组成了职业级的教练团 来到了花莲华人国中 亲自指导小选手们 传授正确的棒球知识和观念 持续实现向下扎根的愿景 中华职棒大联盟回馈列车 自2002年起巡回台湾各地 至今迈入第19年 14日来到花莲华人国中 由中华职棒秘书长冯胜贤 率领统一7-11师队首席教练高志刚 打击教练刘玉成 以及牛棚投手教练罗锦隆 组成职业级教练团亲自指导 秘书长冯胜贤自2010年 第三度来到华人国中 勉励小出援们养成良好的态度 品性及观念 休息最重要 训练更重要 品性最重要 再来就是你自己 对自己要负责任最重要 其他就是未来竞争 从里面就有几个能够像前辈这样 就一样靠自己 只有靠自己往上提升 你才有更多竞争力 华人国中其实在华联 是蛮重要的一个 一个青少棒的一个种子 所以我藉由这一次的中华职棒来到花莲 也希望能够做一些传承 那未来也有希望能够慢慢 如果到花莲能够多排一些 类似棒球教室 能够做一些传承 也让更多的职业教练也能够来参与 让大家去一起来为花莲的选手 能够不断的提升 让更多的回馈到基层 其实是中华职棒该做的一个责任呢 第一次就是到厚山这边 然后来指导这些小朋友 那很开心可以来到这边 跟他们分享一些 有关棒球上面的训练的内容 跟一些经验跟一些看法 虽然今天有比赛 不过很开心可以走到这种 比较基层的环境里面 然后看看基层小朋友的训练 希望可以在短短的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内 然后分享一些对他们有帮助的东西跟内容 看得出来这些小朋友都非常喜欢棒球运动 那也期待他们可以继续坚持下去 然后在他们自己喜爱的运动上面 好好的努力 我觉得在未来的几年内的时间 搞不好就可以看到他们在职棒场上的火药 一个半小时的训练过程 四位教练各自捷径心力传授 小球员们也都认真投入的听众指导 执判透过棒球教室 传授小球员们正确知识和观念 让他们了解打棒球不只是一个阶段 并勉励他们如何在资源有限环境下 让自己变得更好更稳定 记者蒋邦彦 杰安详报导